不論口風落後 今天是在住在頭腳盤 只要是好好上下個時間 好門口就能看到一項辛苦的渡航期間 有這一個交通機會 為何學生小孩晚餐 南大管政府今天就特別基盤一項標榮台會 管理總共是有1080多個的渡航期間 以及457間的渡航愛心商店 來接受公開標榮 學長副官僚丹振昌也表示 渡航期間的無事方言 可以說是全管國中生活 教育的生活者 勤善快樂的活氣 有標榮台會亂中 也會憲衡這項偉大的渡航期間 南馬管政府今天是特別標榮 如果來國中生活推薦的優秀渡航期間 以及渡航期間 因為有這段時間無數的奉獻 小朋友才能有一條安全上下課的道路 從一到九年級都能非常平安順利的成長 學習 所以今天的表揚 雖然只是一組我們的獎狀 感謝狀 不過我們存在心裡的是萬分的感激 每一組接收標榮的渡航期間 每一組都是服務一二十年 因為如果是國中生活的教育收服務 服務精神其實大家尊敬和學識的好對象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也是在張河 上幼稚園 因為那時候發生車禍 所以我就想說為了要維護學童的安全 所以我決然 雖然說我們家小朋友不在了 可是我希望我可以繼續維護小朋友在上學的這條路 讓他們是一個非常安全的 這頂多佛志工的背後 也有不少穩心的故事 像是教育國小的志工阿嬤 就一直經常祝福山和學生修養 另外玻璃、浩庭、拉閉的業者 平常時除了這幾個交通 也常常提供愛心住民的侯母 其實有不少志工 就算你怎麼比了之後 也是繼續擔任志工的工作 為了讓家長放心 讓小孩子安心 這個志工的角色很重要 在那裡騎也很舒服 是沒有什麼 每天都有好處 這樣而已 每年都沒有讓子 他要說阿嬤 我怎麼回事 你等我這麼好 再讓她讓你讓他讓你 讓他讓我做到了 現在過來看 他走路邊 他也會謝謝 他也會說好好好 因為有這段志工朋友的心讓母 所以朋友才能平安最下苦 也让家庭更加安心 他过今天来公开表演话 南部管政府也希望 可以有国家多人加入 修好客户安全的行列 带小朋友营造一个优先环境 既然王主如常报道